满满人生路悠悠伴你行 哈喽大家好 我是艾美翘婆婆悠悠 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 这个低碳饮食啊 在我们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发展状况呢 上一支视频我们讲到 在欧美国家在新加坡啊 基本上是欧美国家是官方提出来 这个推广 这个低碳饮食基本上是在2018年 新加坡呢早一些是在2016年 那么在我们中国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 我知道在2019年中国 北京呢有出现了 第一家低碳饮食门诊 那么我们在这个2019年的3月份呢 中国第一届低碳饮食医学大会 在深圳召开 成立了中国低碳医学联盟 大家可以看到哈 就是在中国我们虽然晚了一些 但是没晚太多 其实在老百姓当中 早已经有很大的一部分的群体 早几年前就开始尝试了 其实是老百姓走到了这个官方 或者是这些学者的前面 因为现在呢这个世界是平的 就是不管什么样的理念 很快大家就能知道 很多人思想是很开放的 所以说他们很快接受了 他们去尝试了 他们受益了 其实早早的就已经 有了市场的基础 其实不是新东西 已经好几年了这个事情 至少有五六年 就民间就早就开始去尝试了 好消息是我们国家 这个专家学者这个层面 已经开始行动了 在中国呢 就已经有这么多的专家学者 开始支持低碳饮食 因为对于专家学者来讲 只要他的思想不是那种顽固的 就是不开放的 他们有基础 比我们老百姓理解起来太容易了 他们只要是他只要是心打开 好好的一听 他就明白是什么道理 所以说呢 就有这么多的专家学者 已经开始成立了 也有医院呢 在利用低碳饮食 来逆转糖尿病了 所以说进展并不慢 这个低碳饮食来改善 各种代谢性的疾病 因为基本上从2016年开始 全世界的人都开始意识到了 精致的米面糖 对人体的一个伤害 就有越来越多的人 在个民间的也好 就是这个专家层面的也好 专家了很多这个推广低碳饮食的人 然后专家呢 也越来越多的加入到这个活动当中 我最早的一个专家 我知道是上海六院的 林俊教授 他发表过一个演讲 叫生酮饮食 颠覆性的正确饮食 还有青岛大学的杨乃龙教授 保安区中心医院的周华博士 和他的低碳专家团队 都支持用低碳生酮饮食 来治疗慢性疾病 然后在2019年12月14日 也就是几个月前吧 首次的高峰论坛 内容就是 生酮饮食与糖尿病预防 高峰论坛 其中的专家有一个叫王红 他的主讲的题目是 中低碳饮食为健康保驾护航 大家听听这个题目啊 说明他有多认可这种方式 还有就是上海六院的 殷俊教授 他的主讲的这个题目是 GLT2I的肾脏保护作用 这个我不会念啊 太专业了 谈生酮饮食对肾脏的影响 还有这个杨乃龙教授 他主讲的题目是 断糖饮食是尊重身体的艺术 还有朱斌 他的主讲题目是 低碳生酮饮食 在临床上的应用实践 大家看一看啊 就是不是我自己在这瞎说啊 专家学者已经开始了 其实这个专家学者 其实他是落后于这个民间老百姓的 很多的老百姓早就开始 基本上大概有四五年 这样的一个时间了 大家说你这个是一个太超前了 也对 因为相对于大部分人来讲 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理念 可是我身边 就我接触到这个理念 是先接触的生酮嘛 他们是一系列的 就是我再强调一下啊 就是低碳 生酮和存肉 它是越来越严格 这么一套体系 它是一个理念下的不同的一个 严格程度是不同啊 我最开始接触已经是两年多前了 所以我还观察了一年将近一年的时间 然后我就开始大量的去搜索这些东西去学习嘛 所以呢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些东西呢 是我自己亲身的一个体会 你可以去更多的去学习去消化 当你认为这个东西我相信了 然后大家就可以去尝试一下 尝试的过程中呢 我会不断的来分享一些 就是我自己的经验 因为呢平台其实我们不是营养师哈 到哪些我能讲 哪些不能讲 因为这个东西它规定的不是明确 所以我只能尝试着 有的时候我不太敢讲 比如说大家让我出个食谱啊 因为我觉得我就没有资格去除这个食谱 平台是不允许的 所以现在呢因为不知道哪些允许我讲 哪些不允许我讲 所以我讲起来呢也是小心翼翼 我不知道如果就是哪些内容 说不上哪天平台就会告诉你 因为你的播放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平台就会人工审核 它就会发现 这个内容你没有资格讲或者怎么样 所以我现在完全不知道哪些能讲 哪些不能讲 但是我知道大家让我出食谱 我应该是不具备这个资格 因为那个是营养师的一个资格的人 低碳饮食在我们中国呢 已经开始蓬勃的发展起来了 我们老百姓每个人把自己的身体搞好了 自己家人的身体搞好了 那国家就减轻了很大的负担吗 所以说你就不用上升到太高的高度了 就把自己管好 身体健康比什么都强 至于你说专家不认可 那专家还有认可的呢 对吧 也没有必要去抬这个杠 重点是你听你自己身体的 再好的东西 别人那很好 可能到了你那他就不好 那你的体质各方面都不一样 个体差异也是挺大的 别人好也许你不好 所以呢你自己尝试 你觉得你的身体各项指标好了 人也瘦了 三高也没了 那你就可以了吗 是不是 所以说你还管他谁说的对错 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是我的一个 我比较实惠 我比较现实好吗 所以说这就是我自己 我开始尝试 然后我得到了 我享受到了好处 然后我就觉得这么好的东西 分享给你 然后呢 你听呢 你就多跟踪 多了解 你不听呢 你也没有什么关系 我从来不指望谁去听 或者是不听 我只是分享我的观点 那么我的今天视频呢 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千万不要忘了点关注 然后还有动动你的小手指 转发收藏和 和什么 我每次都记不住 转发收藏和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